這是一段讓你完全放鬆 平靜的時刻 這是一個讓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當下 在這裡 你可以真誠的面對自己 我是你的心靈守護者 我是安安老師 是你的心靈 梁鴻如家庭治療師 Hello 大家好 然後還有常常來的嘉賓 朱惠玲小姐 嗨 大家好 然後今天為什麼三個心理師聚在這裡 就是因為這一陣子新型冠性病毒的肺炎 然後大家都在家裡面隔離 那可能很多人在家裡隔離的時間呢 一直滑手機 然後看各式各樣的疫情 就有很多的心裡面的恐懼 然後交集不安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想說 那我們來請兩位心理師上來聊聊 怎麼樣面對這樣子的情況 同時可能除了這個面對病毒肺炎以外 那它又帶來了一些生活上的影響 我們要怎麼樣來面對 我們歡迎兩位心理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現在的心情吧 要不要洪如先講 如果那個只是講 那個隔離在家裡面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沒有任何負擔的 因為我本來就是個很宅的人 就即使是平常沒有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因為我也是經常待在家裡面 所以就待在家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影響並不是很大 而且我也是 我是做一個私人職業的諮詢師 因為我的工作時間都是自己安排的 那什麼時候出去什麼時候回來 這個我都可以跟我的來行去協商來去達成 就特別是現在 因為也不能去上班了 不能面對面請問諮詢 那就繼續待在家裡 那你現在就是住在外面 你就看不到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親 你跟他們也很久沒見面了 中途我其實移動過 就是那個年三十的時候 我從深圳回到廣州就跟我爸媽過了幾天 就那時候的那個金幣也沒有那麼高的要求 當時狀況也還好 因為基本上我的這個狀況是 我去到地下研究廠上了車 然後去到我家的地下研究廠出來 然後再上去 所以就不需要去公共廠的去接觸的 然後我爸媽他們也提前做了一些準備 所以在他們的家裡也是基本上是沒有住我們 我們今年這個花市都沒有去了 你知道我們廣東人是過年是要去逛花街的嗎 今年我們花街都沒有去 就這樣子也是在家裡面 那慧玲呢有回老家嗎 嗯 其實我覺得就是這個疫情發生的話 就是它對我生活的影響可能比我預想的要大一些 就是可能聽眾朋友們也知道 就是我現在是在醫院工作嘛 然後我做的工作是以科研為主的 就是在那個疫情發生很長前面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基本上都很忙 然後經常都要那個約小朋友來做評估 然後就是會有很多和小朋友接觸和互動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還就是周末會給小朋友上一些社交訓練課啊這些 就是那陣子就是真的還是挺忙的 然後就每天七點多就出門去上班 然後可能有的時候晚上很晚才回來 然後就覺得哎呀好累啊 那個時候想就是就想好期待可以過春節啊 好期待可以就是放一個長長的假 然後結果就是到了那個快到春節的時候 這個疫情就變得有點嚴重了嘛 嗯 然後我就回回老家了 我就回昆明了 然後就陪了我爸媽一段時間 然後就那段時間 嗯 就每一天看新聞都在看這個病例數都是在非常快速的增加 就是我當時剛回到昆明的時候 昆明才有四例 然後等我離開昆明就是我在家裡大概待了十天的時間 然後離開昆明的時候昆明已經有三十例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剛離開廣州的時候 廣州也才有六十多例 然後等我回來的時候現在已經就是快三百例了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事情發生就是對我們醫療系統可能影響還是蠻大的 因為我們醫院是第一批那個廣東省的定點醫院嘛 然後是被規定是一定要收治這些確診的病人的 然後所以就是整個醫院的人員啊硬件啊軟件啊這些都會盡可能去配合 然後去做這種抗擊疫情的工作 就我回來的第二天就有去參加那個醫院的抗擊疫情的培訓 就是了解了一下怎麼穿那些防護服啊然後口罩啊 然後還有就是要注意一些什麼啊 然後就做了很多這方面的一些培訓 然後但是接下來之後又會知道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的那個我們這個科室的一些工作有很多是要和孩子們家長接觸的 那如果說以後我們醫生都要戴著口罩或者說戴著啊 甚至是戴著面具甚至是戴著帽子來和小朋友進行互動的話 其實對於這種診療工作還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然後因為醫院將來有可能又有一些抗擊疫情的需要 就是影響還挺大的 所以就是現在對於我個人來說我的這些科研的工作可能就做不了了 就不能請他們過來做評估 然後然後就整天在家裡面就很迷茫 現在就除了說看文獻或者說寫一寫paper這些 就是就覺得特別的不知所措該幹什麼 然後突然間又好懷念之前可以每天去收瓦的日子 那我也說說我這一陣子在幹嘛好了 就是就是從這個肺炎的疫情開始以後 其實肺炎的疫情開始之前我根本搞不清楚有這件事 因為我跑去打一個禪漫妻 然後禪漫妻是要關手機的嘛 所以我上山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說什麼很嚴重 你是什麼時候去上山的? 幾月幾號? 過年前一週 嗯 對差不多那時候 那個時候才開始突然有很多報道出來 然後我根本是沒有手機在山上 然後就覺得歲月靜好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是那個出關那一天 然後拿到手機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手機要炸了 就是叮咧啦叮咧啦一直狂想 然後我才知道說 哦原來這個肺炎這麼嚴重這樣子 然後就收到 有一些聽眾朋友可能 他們就說物資不夠啊 求援啊等等的 所以後來就是從這個禪漫妻出來以後 就開始在忙一些 比如說物款啊 然後購買物資啊等等的事情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 在這種國難當頭的時刻 自然就有一些人他們是要發國難財的嘛 所以中間也有一些來來回回 要跟他們去協調啊 然後可能還要受氣啊等等的時刻 不過我覺得很慶幸的是昨天就把貨物裝船 然後要送出去了 所以大概也告一個段後 所以接下來我可能也會開始 我前面幾天一直想著 我什麼時候可以放假 我好想睡覺 哈哈哈哈 你說現在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可能過幾天 我也會開始跟慧琳一樣 有一種感覺就是想 哎沒事幹有點無聊 哈哈哈哈 當然你剛才說起 就是這個疫情發生之前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其實我忘了我是在什麼渠道上面 在12月就上旬的時候 就有消息說 睡了一點有個新型的病毒出來了 可能根據我多年在這個地方生活的經驗吧 就是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就最好不要等政府 其實我從心理上面 還有就是從那個生活上面 已經有一點的準備 我也跟自己家人去商量好了 可能接下來會發生一些事情 就讓他們在生活方面要準備一下 就盡量上外出啊 不能這樣 然後我也跟我的一些同事也商量好 我工作 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一些什麼變化 我們用什麼方法去面對 其實我們本來今年 就是2020年2月份的時候 應該是搞兩個很大的培訓 就是每一場都有超過100人參加 就是我其實已經跟我的團隊的同事說好了 這事情很有可能辦不下去 即使政府 不叫停我們都需要停 因為這件事情可能會影響很大 結果結果過了就是 在過了大半個月之後就說 寫辦方那邊是覺得這件事情不能再辦了 然後就交停 所以我覺得 可能我還挺慶幸就是我團隊裡面的都有一些跟我一樣有些PASS的任務 所以就是 提前做好一些準備 就沒有那麼樂觀 那可能有很多聽眾朋友現在就是沒有辦法去上班 因為工廠沒有復工 那如果是做服務業的話 那更是深受影響 就像剛剛洪如慧玲他們提到的一個狀況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當中 我們要怎麼樣調適自己的心情 我想是很多聽眾朋友可能想要去知道的 兩位你們現在的心情 有沒有想到一些調適的方式 要不我先講 就是我覺得這個機會就是我會覺得 一個是我們可能是因為一個外在的事件吧 然後就相當於把我們的生活按下了一個暫停鍵 然後可以讓我們切換到另外一種模式 可能一開始的確是會有這種迷茫啊 不知所措啊無聊啊 甚至就各種各樣的感受都會出來 我覺得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然後但是就是我發現人的這種慣性 就是一個很大力量的東西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複雜的感受 就是我覺得內心總有一種力量 想要把我推到以前的那種生活的軌道上 好像他才覺得舒服一樣 所以當我知道我現在不能夠 現實不能夠讓我回到那個軌道上去的時候 就是可能我腦子裡面一部分就在想 怎麼可以讓我回到那個軌道上 然後就在這樣的一種循環當中 其實是會蠻耗這樣的時間 而且好像也不會做出一些什麼 但是就是我覺得在這種時候就是 有的時候就是可以去想一想說 自己平時在以前就是在更久遠的以前吧 有沒有一些事情是在自己生活特別忙的時候 覺得沒有時間去做 或者說沒有停下來的機會去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現在也許可以把它拿出來做 就比如說我是一個挺喜歡做手工的人 然後以前我去逛那個方索的時候 都裡面會有很多那些就是DIY的一些東西嘛 然後我都會買 然後買了之後回來就沒有時間做 他就放在我的那個書桌的旁邊 然後我就現在我就看到他 然後我就想 這不是個機會我就有很多的時間來可以做他了嗎 然後我就會把它拿出來 其實那個還挺耗時間的 但是每天可以去做一點小小的手工 然後其實是一件就是低難度和高成就的事情 而且就是也是自己比較喜歡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也許是一個一個機會可以 真的是把之前其實想做的一些事情 再重新拿出來做一做的一個一個過程吧 包括什麼畫畫之類的 或者有很多書沒有看啊 然後把它拿出來再翻一翻了 然後還有以前就是很多沒有做完的工作 也可以在就是 嗯 再好好地把它整理一下收尾一下之類的 我覺得就是就是我目前能夠想到自己也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吧 嗯 那個惠玲講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我看到一個笑話還蠻好笑的 不是笑話是真的啦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他在體育大學教書 然後他他在他的那個FB就是臉書上面 對PO的文章 我不知道這個文章是他自己寫的還是他看別人寫的 他就說 專家說戴口罩可預防新型病毒 口罩瘦完 專家說雙黃臉可抑制新型病毒 雙黃臉瘦完 專家說多運動可增強免疫 就跟龍了一樣 這絕對不是一個笑話 沒有因為他在體大教書你知道 然後畫這個我覺得太好笑了 太有畫面看了 對從來沒有人去真的聽這句話 對然後剛 這好奇怪 對現在我們有時間就可以去運動啊 可以做手工啊可以畫畫 真的是可以做 所以這是一個一個非常奇妙的一個一個時間 就是其實每年年底哦 大家在12月底的時候都會想要回顧自己的一年嘛 通常就是連初的時候興致勃勃在這裡 那個醫院清單上面寫了很多東西上去 最終其實都沒有做 那剛好今天開頭 我們就有這麼一個空閒的一個時間 我們是不是真的能夠把它用起來 就其實我剛才慧琳在講哦 我會想起慧琳之前 你在我們那個聖明靈共同體在北京那天開會的時候 我忘了一下你是在火車上面說的 還是說在那個 presentation的現場上講 有人說過就一個人的如果跑得太快了 然後總有個力量會把它拉回來 就讓它回去看 它真正實實實在發生這些狀況 有些時候我們心理上面是症狀啊 身體上面一些問題 也會是這樣的 所以很微妙 就在年底的時候我跟一個朋友見面 就是我們也談起我們現在整個社會和人心有點複雜 我覺得大家都是真的是衝著一些數字去 你看我們今天非常自豪自己 國家的這個國民生產種子需要多少 能源均收入需要多少 都一片的這種歡呼之中 但其實我們不難看見了 我們的生活 特別是我做心理工作的 我們的生活其實有很多沒有被照顧好的地方 特別是像剛才安安你開了一個玩笑的那個大家身體狀況 都因為忙著去工作 其實受到了很多的損害 然後大家的心理狀況 大家的家庭關係的 那些去滋養我們去好好的去生活的東西 我們往往去忽略掉 就當不發生這些病 就從整個社會上面說好像就是這次的疫情 因為我做個案工作的時候 有很多人生活 當它不是問題的時候 它是忽略掉很多東西 到出了問題的時候 我們才回過頭來看 到底哪裡怎麼樣是不是缺失了 或怎麼樣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 值得我們去反思的一個時間 是不是我們真的跑得太快了 是不是我們真的是忽略掉一些 本來應該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一直都沒有去看看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的疫情啊 大家關在家裡 如果我們用動物界來看的話 很像一個冬眠期你知道嗎 嗯 對 對或者是說那個因為 就是在台灣大家都還是 因為我住在鄉下嘛 又住在山裡面就根本沒人 所以我還是會出去走路啊 嗯 像我剛剛錄音前我又出去散步 這樣 那你知道現在這個時刻 就櫻花還沒有開 但是它那個葉子已經掉光光 所以你在街上 不是在路上看到的那些櫻花樹 它都是光圖圖的 它很多樹都光圖圖的 但是有幾顆它開始開花了 很漂亮 然後我就看著那個櫻花 我就在想說 欸 對啊 你看 動物度過冬眠期 然後植物也會有那個 樹葉都掉光 好像死掉枯萎的那個 那個時刻 那個冬季 但是再過一陣子 它會開花 它會長芽 它會迎來新生 所以這一段 我們是一個很好的 韜光養晦的時期 我們要怎麼樣子預備自己 如果說都把精力放在 很擔心啊 很害怕上面 真的蠻浪費的 反而是應該把它轉化一下 我們可以做一些 平常沒有做的事情 對啊 就像我們一開始講到 就是會被很多的信息 去譚據我們的想法 其實我現在其實 我只會關注幾個 我自己比較信任的媒體 就每天可能只是花 十分鐘左右的時間去看 那太過多了 我就不想去看了 因為我覺得其他時間 還可以去做一些對自己 來說更有用的事情 我覺得控制了一個 對信息的一個 那個收入啊 就是需要去考慮 我這一次禪修 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在拿到手機的那一刻 因為在山上禪修 你不能開手機 然後你被要求是 就是做什麼事情都要放慢 放慢再放慢 所以吃一餐飯要吃兩個小時 真的吃很慢啊 然後走路 就是比你之前教我們正念吃飯 前還更慢 更多 對 因為這個可能之後 我在節目裡面 如果有一集我們 談這個禪修的話 會談 那我這邊大概講一下 就是禪師要求我們要細行 就是很細的行走的行 這樣 也就是做什麼事 你都要把它切分的非常細 所以呢 你會發現你吃飯 它會叫你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也就是你的頭腦 對你的嘴下指令 你才能咀嚼 你才能吞咽 然後你拆的越細越好 所以就變成 你吃一餐飯 我發現我的嘴巴可能參與了幾百個動作 然後我都要 比如說我告訴我自己 咬一下 然後我才能咬一下 然後我告訴我自己 舌頭動一下 然後我舌頭才會動一下 然後臉頰收縮 臉頰收縮 然後再咬第二下 所以你知道 所以就不會 不會讓自己的動作 比自己的想法快 對吧 對 但一開始很難做到 因為一開始你是 你只能描述你的動作 你根本沒有辦法命令你的動作 因為你所有動作 都已經非常自動 發生了 對 它發生了你在意識得到 對 所以那個 吃那個飯 它的飯很好吃啊 都是它 它那個素食可以煮得那麼好吃 我覺得也很 真的是很不容易 然後 餐點又很好 比如說什麼 桃椒 桂花 銀耳 哇 不要說 哈哈 就是 你難想像禪修都吃這麼好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故意的吧 哈哈 然後 而且 它是Buffet 就是自助餐 鹹的甜的什麼都有 然後每一次我拿那個波去裝 我都想說 好好吃多裝一點 然後每次吃一個小時 就是我看玻璃還沒有一半 我就很厚 哈哈 那你是不是定量的去分給你們 就是每個人 就是你外旁的手都是那麼多 沒有你自己打菜啊 OK 對但是你只要吃快一點 然後產師就會拍拍你的尖叫你出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就吃那個飯每一次吃飯時間就是我又愛又恨的時間 我 我看到那個菜我就很高興 但是我一想到吃那麼久 我就覺得好累 這真是很很鍛鍊人的一件事情 對非常鍛鍊人 但是就是因為你把自己的動作拆得這麼細 以至於你開始慢慢覺察到除了動作以外 你的情緒你的想法它是怎麼升起的 在這個升起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利用一些他們教的技巧 然後回到你的這個 所謂這個發起的這個出發點 那你的這個力量就不會往外跑 然後你就有更多的可以安住在你心的時間 這個是他們產修的技巧 那就變成說我在山上七天 然後我就覺得 我的整個對於自己本身那個身體的覺知 開始那個感受度提高非常大 那大到你會變得很敏感 你可能會 哈哈哈哈 我舉一個歷史你知道嗎 我回家以後我爸在一樓上廁所 我在三樓都聞得到 然後我就覺得 還是聞得到 聞得到你聞得到 因為你變得非常敏感 因為你要想 你的世界在山上 所有都被放慢十倍好了 你看那個電影 你slow motion 然後放慢 然後東西就會放大 所以好像 你所有的 你的世界已經被 訓練得很慢很慢了 然後你的感官就會變得很敏銳 就會所以你的鼻子就會像狗一樣 就是 變得非常非常敏銳 嗯 然後 那我就覺察到一件事情 剛剛宏如提到那個手機嘛 然後說那個訊息真的是要控管 你知道我要出關拿到手機的那一刻 我的 我發現我的腦袋極度高興 因為他覺得終於可以看手機了 哈哈哈 但是呢 我的那個身體就好像貓咪 嗯 貓咪要有那個 要捕捉獵物或者是遇到威脅的時候 他不是會把背攻起來嗎 我就感覺我整個背是 有一點微微的要攻起來的 身體 所以當時是 處在一種應激的狀態的 對 就是身體其實是害怕 或者是他覺得受威脅 或者他覺得什麼東西要來了 但你平常渾然不覺 我們平常刷手機就一直刷一直刷你 根本不會覺察到原來你的身體 他沒有那麼喜歡那麼多訊息 是你的頭腦很喜歡而已 這樣 嗯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刻呢 大家可以好好利用在家裡面的時間 然後光養晦 然後做一些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比如說你可以像惠玲一樣畫畫 做手工 也可以像我那個朋友一樣 你去運動可以增加便宜 不要把時間拿去買雙黃臉跟口罩 哈哈哈哈 我聽說連那個雙黃白蓮蓉 雙黃蓮蓉都被人賣光 對對對 連蓮蓉月餅都賣光了 連受藥都被賣光了 那你剛才提到了一個關於 那個你在殘修那個訓練啊 怎麼去讓你的想法去指揮你的身體 而不需要你的身體 馬力準跟牽著走 這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三個都是諮詢師嘛 做心理工作的人 就我們無論是在自身的訓練上面 還是我們在就服務我們的那個 來方者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強調這一點 就特別是我在家庭工作啊 大家為什麼有些糾纏 總是糾纏不清 就是因為你的情緒 你的反應總是比你的想法要跑得快 就會經常出現 你明明是想跟對方好好說話 但是一下子你出口講出來一句話 他就不同 他就不一樣了 就是我們已經被一種很刺激的感官 你覺得受傷害 你覺得需要去攻擊別人 需要去保護別人 你的情緒太悲傷了 這些東西全部像一些外在力量去拉扯 你都不能好好的去做好你自己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多事情 都消耗在這裏面 所以我覺得剛剛洪如提到的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應對這個自動化的模式 我覺得我們可以在下一集的節目再來討論 謝謝惠玲 謝謝洪如來到節目當中 我們在下一集三個心理師 又會帶來什麼樣精彩有趣的分享呢 我也很期待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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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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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震經